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0月2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宇舟 美中船只上个月南中国还险些相撞 导致东南亚国家与北京寻求解决方案 美国将不派高级官员参加中国进口波兰会 日本已终止向中国提供了近40年的发展援助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明天对中国进行二次任内的首次访问 此外 历史9年耗资巨大的世纪工程 港珠澳大桥昨天举行开通典礼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持了仪式 不过并没有如先前的预期发表主题讲话 习近平这次被广泛期待的南下 与邓小平当年的南巡是否可比 我们今天邀请专家学者来讨论这个问题 不过首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美国与中国的军舰上个月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险些相撞 震撼了东南亚国家 加大了这些国家与中国达成协议的筹码 媒体报道说美国的凯迪特号驱逐舰9月30号 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里群岛 与一艘中国军舰只差40米险些相撞 导致美国军舰改变航程 美国说中国军舰做出了不安全的举动 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90%的海域拥有主权 但是美国表示其他国家也有使用它的权利 东盟10个成员国的国防部长20号的新加坡峰会上 要求中国和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在内的与会者做出解释 这些国家当中有四个与中国在南中国海 领海主权上有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国家担心将来真的发生相撞 可能会促使北京加速军事化来抵制华盛顿 马来西亚和越南这样的国家 除了希望美国提供应对中国的军事保护 也希望借助现在的摩擦从中国获得资金 中国希望这些国家站在他们一边 另外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星期三表示 美国不准备派高级官员参加下个月 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并且敦促北京停止有害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特朗普总统批评中国窃取知识产权 对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设置障碍 并且维持巨额对美贸易顺差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对路透社记者表示 美国不会派出高层官员参加中国的进口博览会 但是没有解释美国这么做的原因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由中国商务部和上海政府举办 今年11月5号到11月10号的进口博览会组织者表示 英国贸易大臣福克斯将参加博览会 还将有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800多家企业 在博览会上展示产品 体现了中国对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支持 另外是日本在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将近40年之后 计划停止这项援助 希望与中国作为平等伙伴 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和其他的项目 据信星期四开始对中国进行三天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 将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见时 提出日本停止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的建议 日本政府1979年开始以日元贷款 援助资金和技术合作等方式向中国提供援助 日本外部大臣河野星期二表示 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经济水平 这种援助不再有必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 日本对中国的官方资金合作 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日本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国愿意同日本就继续开展合作 保持沟通 那么明天呢 日本首相安倍金三将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 这是安倍2012年第二次当选首相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访华 那么在美中两国深陷贸易战的同时 中日两国的关系是否正在转向呢 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埃德 请他来介绍情况 埃德你好 你好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请问您 就是中日两国的官方的对安倍这次的行程有怎么样的预期呢 那么日本希望安倍三天的访华行程能够取得怎样的成果 安倍首相访问的终点站将是与习近平的会晤 两个人将会参加针对第三国的商业零售投资回忆 超过500名的日本商业零售将会加入安倍的厨房团 在访问期间 两国的私人公司肯定会签订一些投资项目 一个值得关注是台国的高速铁路项目 安倍的来访将包括访问高科技组头公司华为和通讯的总部 另外日本政府会考虑停止对中国提供援助 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 到目前为止日本对华援助总额超过3万亿人 双方也将会讨论重启这个东海游七天谈判的问题 从很多方面来说 这次旅行是离科强4月份访问日本的延续 由于现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贸易进账局势正在升温 一些分析人士说贸易战正在推动双方走得更近一点 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面临的压力大 在这个时刻他更需要的是日本 但无论如何两者都可以从成功的访问 获得政治上的一些好处 这一次访问顺利的话 习近平也不久的未来可能会访问日本 在九三的例行记者会 新闻发布会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他说这一次会晤日本是给日本一个机会 证明双方的关系不是竞争对手 而是合作伙伴 确认两国的关系是一个机遇 而不是挑战宇州 好的那么我们看中日关系从您的描述来说 的确是在热乎起来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中日两国中间是有一个心结 也就是这两个国家近期间因为钓鱼岛 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戈猪岛的问题 是不断地发生摩擦 那么这个摩擦一度是两国关系陷入低谷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钓鱼岛的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取得某些进展呢 简单的当然是不会有太大的进展 有关那方面 但是两国是希望继续神话各方面的交流 包括军事交流 日本和中国的国防部长最近在新加坡有进行一个会谈 然后日本共同社最近因罗民的认识政府人员的消息称在安卑防华期间 两国军方有希望就军事交流达成共识 但紧张的局势奈然是存在的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 中国海警在东海正义岛屿附近的巡逻 奈然是定期和持续的 自从2012年以来 已经有220多次的巡逻 平均每个月三次 稳定在东海的局势是一个 两国关系转变一个重要的指标 在这个同时人与人的交流反而是进步更大了 两国关系已经走去2012年的低估 当时中国各地抗疫的大车日本餐厅 推翻日本汽车 现在对日本视频和文化的兴趣和欣赏 又重新刑期 据那个协程的通缉来讲 在最近接触的黄金州假期 日本是最佳旅行的目的地 预计在今年会有大约800万中国人访问日本宇宙 好的那么艾德 看起来就是说两国可能会绕过 这个矛盾所在地的钓鱼岛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中日两国还会举办 这个探讨第三国合作的研讨会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个合作会议呢 日本是不是真的希望加入一带一路的这个合作计划呢 艾德 很明显是如果筑备有条件 日本很愿意参与所谓的一带一路的项目 但是目前他不太愿意挂那个大的灶牌 消息人士有透露 今年早一些时候李克强访问日本的时候 日本接近全力确保生命中不出现一带一路的那个名词 去年两国领导人在德国会晤的时候 安倍表示该项目有签力 但是日本已经 然后日本已经明确表示 他愿意与一些符合国际尊责 具有开放性 透明度 经济可行性和财政可持续性的项目 他愿意参与 这就是为什么在两国会晤的时间将会讨论第三国的合作 同样在欧洲 中国也是用这个方式来吸引更多的国家 对一带一路的兴趣 弥补了和单化一些对习近平这个大型的工程的一些担忧 通过这种方式 中国可以说日本才参与了一带一路的一些项目 而日本也可以说 不怕一带一路的 好的 那么 好的 埃德现在这个电话连线出了一点问题 那么我们非常感谢美国驻北京记者埃德 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那么稍后呢 我们就要邀请嘉宾和分析人士讨论 习近平二度南巡 是否为了重启改革 请您不要走开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有人这样站出来 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唯一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吃起来让大家吃到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中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走走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美国精神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 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 在国会 在白宫 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 每天清晨六点 DOA卫视 美国观察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历史九年 耗资千亿的世纪工程 港珠澳大桥 昨天举行开通典礼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亲临主持这场 被称为各界瞩目的仪式 据报习近平上台之后 仅仅说了一句话 宣布大桥正式开通 便匆匆地下台 他并没有在仪式上发表 有关中美贸易战 和中国自力更生的讲话 有媒体分析 习近平刚刚北上东北 强调自力更生 现在南巡是否要强调改革 他这次南巡 同邓小平当年的南巡 是否可比 在他的领导下 中国的改革是倒退 还是进一步开放 我们今天邀请专家学者 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位是香港科技大学 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崔大伟先生 David Swig 崔先生你好 你好 那么崔大伟先生 是通过skype 从香港参加节目 另外一位是旅美学者 吴作来先生 吴先生你好 你好 吴先生也是通过skype 从美国的加州来参加节目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 观众和网友们通过 VOA卫视 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来收看 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 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那么首先我想请问 在香港的崔大伟先生 那么这次的港珠澳大桥 是被称为世纪工程 那么与此同时 它确实也是全世界最长的 跨海大桥 总长度是50公里 主桥也是有30公里之长 但是从这个有人 就提出了一个分析 就是说这个桥实际上你可以 就是说 因为3D的这个车牌 是没有互通的 那么只有有三个车牌 同时都有的这个车子 才能够来进行这个行驶 抵达它的这个目的地 那么所以花费了这么多的这个钱 建造这个桥实际上只是一个 所谓的面子工程 那么崔大伟先生 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认为这个 不完全是面子的问题 中央北京已经很久就想把 那个珠江三角洲 这个大碗区 就把它的经济 怎么说融合一下 就是有那么多人 有6900万人在这个地区 有那么多投资来往 特别多 所以我想这个 他们考虑了 决定要做这个大潮 主要为了扩散那个经济合作 也是为了那个珠江三角洲的那个 那个西部 没有跟那个东部那么富融 没有那么发展 所以在他们的脑子里面 我想主要是 也是为了帮助那个西部 那个广州广东的西部 主将三角洲的西部 帮助它发展 好的 谢谢崔大伟先生 那么我想 也可以 等一下 也可以 现在那个 一带一路 很多方面都是基本建设 所以这个也是 我也想这个是 中国的现在很多发展 都是那个基本建设的发展 而且后来 这个都为中国有好处 好的 谢谢崔大伟先生 那么的确是中国政府的 这个基本建设的 这样一个思路在这里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 在美国加州的吴作来先生 就是说呢 刚才是崔先生提到了 就这个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来考虑 那么希望整合这个 珠三角的它的这个经济 那么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的 在政治上呢 也又有人提出了 就是说这个桥义建立之后呢 实事上 从政治上来说 是意味着 加大了这个中国政府 对香港地区的这个控制 那么你有什么看法 邓小平当时的想法就是 经过50年 这个香港和大陆啊 基本上政治形态 经济各方面的 达到了一个平衡 就基本上实现了 某一种一体化 他当时的润旺 我们当时 我们早期的想法是说 大陆也已经开启了 自由民主化的进程 这样两岸才这样一个 政治状态 政治自由方面 进去自由方面 差不多的情况下 实现一体化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相反的情况 是大陆这种中央集权 社会主义 对香港这种高度的控制 政治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大桥就变得非常的 非常的尴尬 它两岸三地 已经是冒或审离 而且香港的独立势力 大家都可以看到 已经是 甚至在年轻一代当中 成为一个大的趋势 就是分离 精神上的一种分离 但是很难在经济上面 或者是在政策上面 很难实现真正的分离 但是这种分离精神 说明了中央政府 已经在倒退 或者对香港 这种自由化的进程 是没有取信香港的人民 所以它现在这个大桥 是为谁建的呢 你搞不清它为谁建的 只为那些 由特传撤牌的人建 对中国的经济 有什么意义呢 两百个亿投资下去 它是怎么决策的 经济学家 全国人大代表 怎么决策的 谁能知道 所以一个无厘头的东西 一个形象工程 它做出来 对所谓的中国经济有好处 对中国政府 对中国人民有好处 都是完全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虚拟的 一个美好的一个说法而已 是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好处 完全是一个利益集团 对一个投资行为 这两百个亿后面 怎么决策的 哪些家族成为这个建设集团的 一个举例 这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他与这个国家 与这个国家的人民 毫无关系 就是这么一个事实 至于说到习近平先生的这个南巡 南巡 什么乾隆 什么乾隆南巡 皇帝才是南巡 邓孝平当时到南方发表讲话 是为了警告江泽民 不要搞倒退 不要走这个社会 不要重新走这种毛泽东的道路 所以才由邓孝平的这个到南方发表讲话 好的 那么吴先生 西级 吴先生关于这个 这次这个所谓的这个南巡呢 我们等会再会进一步的讨论 那么事实上说的这个大桥的本身呢 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说这个桥的这边 就是中国大陆呢 是这个右行 但是到香港的就是左行 就这个问题也都不知道会怎么样的这个解决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香港的这个 崔大伟先生 就是说呢 实际上就关于习近平这次昨天出席这个仪式呢 也引发了这个坊间的一些很大的这个议论 有非常多的这个观察 比方说呢 事实上在这之前呢 香港已经有政府的这个官员 对外说过说习近平在这个仪式上呢 将要发表这个重要的讲话 但事实上呢 这个习近平只是说了短短的12个字 就走下了台和其他的这个嘉宾的来握手 那么我想看看您在香港的话呢 这个香港方面是怎么样 对习近平的这次出席仪式的这个举动和这个 包括他的这个行踪呢 做出怎样的这个观察呢 我没注意看那个中文的报纸 我就是看那个英文的报纸 他们就谈到他来的 这次来了 第一个他们谈到那个安全 怎么保护他的安全 第二个方面他们也提到 他他谈到没说紫离刚上 但是他又提到了在中美的那个 怎么说那个贸易的那个战争下 应该扩大独立的 比较独立的创新的那个能力 所以他没有来跟原来跟邓小平的男群 邓小平的男群 基本上是为了恢复那个改革 是苏联夸台以后 天安门以后 苏联夸台以后 跟第二个教授刚才说 就是为了警告江泽民 把那个改革又恢复了 又提高 但是这次 这次一方面也是为了帮助广东上 又恢复他的经济情况 又恢复他的发展 我想在这方面 一句话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给钱 给权力 给地方权力 而且花了不少钱 为了融合那个整个的那个 三角洲 那个主张三角洲 关于那个控制不控制的那个问题 我想在香港有两个观点 一个观点是那个商人和有一部分 那当然那个政府人员 但是他们有一部分人 不少的人 认为香港的将来只有一个路 就是跟大陆联系越多越好 在经济方面需要跟大陆合作 年轻人他们肯定不喜欢这个大桥 他们认为那个大桥和那个 那个很快的那个铁路 这些东西 这些基本件事 都是拿以香港的预算 把香港的独立和大陆的那个联系 用这个钱控制香港 肯定有不少的年轻人 他们不觉得他们是中国人 他们觉得他们是香港人 所以他们看这个 他们感觉这个是为了 肯定是他们觉得是为了控制他们 但是也有很多中派的 现在很在香港有 原来是基本怎么说 良机繁华 现在有一个中部的 一个新的那个观点 这个观点也是说 香港的出路必须和大陆联系 好的 谢谢崔先生 那么昨而言之呢 就是根据崔先生的这个观察和分析 就是在香港的至少是有这么一派 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大桥通了之后呢 在政治上对香港是不利的 那么是以这个如果是双方 在经济上有合作的 这个更大的空间的是以香港的 这个它的自由民主 它的更加文明的这个政治制度和气氛 作为代价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听众观众 他们有什么话要说 那么有一些这个 我们来分享一些他们的这个评论 那么第一位呢是李中本 他说呢 习近平二度难寻 说话甚少 说明这个形势压力很大 内外矛盾无解 因为要数一尊 有形无形的敌对势力大增 表现在孟宏伟被扣 郑小松跳楼 邓小平势力的抬头等等 外部呢则受到美国军事经济上极大的压力 处理不好就要进入新冷战 接下来一位是夜空孤帆 他说呢 习黄自己做事不行 贪别人的工 却比谁都积极 比如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 某副这个油画中 把自己的老爹捧得很高 而把邓小平扔到了一边 那么今年呢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那么而且呢还是这个五一二十周年 在跟自己几乎没有关系的汶川地震救灾中 把自己弄得好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等等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吴作来先生 您对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 他们的评论 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回应 这个网友讲得非常好 基本上那情况呢就是 事实是他反映了很多大陆的这个网民 这种普遍的看法 就比如习近平先生 现在他应该的积极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的进程 但是他没有 反而大大部里才搞过人崇拜 以及走向文革 他的父亲在深圳 确实做了很多的事情 而且特别是让很多这个逃难的人们 这个逃到了香港 所以万劫的人没有开枪扫射 这他的父亲是 严格来讲也是了不起的一个 改革开放的一个领袖级的人物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他不能贪天下职工 为自己的家庭 为自己所有 这是应该的 那么习近平先生应该反思一下 他的父亲为什么能够做到 能够在这个边境的地方 能够让很多的人自由地逃离大陆 进入香港 而他现在自己呢 只能忙这样一些 滑而不实 毫无意义的事情 花巨大的力气 花巨大的 花巨多的美金 做这些对国家的过敏 几乎没有用处的事情 他应该对比一下 自己父亲的这种差距 对比自己这些改革开放的 早期的这些领袖人物的这个差距 这是他应该做的 所以说习近平男性 根本谈不上男性 他说了12个字 他应该一个字都不要说 说一个字都多余的 因为这些事情 他呢都毫无关系 他如果真是有良心的话 他当时不是说话的问题 他应该泪流满面 国家花这么多的资金 中国那么多的孩子 还在贫困线下 连午饭都没得吃 这200个亿就挥洒在这样一个形象工程上了 所以他应该 我们应该看到他泪流满面 他不应该叫男性 他应该叫窜房 中共的领导人喜欢用这样一个词叫窜房 这个词对他来讲 对中共的领导人来讲 是非常有 是非常形象的 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 对老百姓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而且这个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 也是背道而斥 整个现在国际市场 粮食市场都是国际化 他到东北去要求老百姓继续的自力更生 这怎么可能呢 中国大量的农业农民都是在手工操作 怎么能和这个整个像美国像欧洲 这样一个大农业文件机械化 这个相比呢 搞闭关自首 然后来鼓励老百姓重新吃二大苦受二大脆 这个是中国人民真是不能答应的 所以我们希望习近平先生回头是岸 不能在这种错误的道路上 继续的这个人类的文明背道而斥 这是我们应该告诉他的一个真话 他应该作为期中生的儿子 而不应该做毛泽东的孙子 去扮演毛泽东的形象 只会重复前苏联东欧 重复这样一些悲剧 对中国对整个人类都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谢谢 好的谢谢吴坐来先生 那么在香港的崔大伟先生 那么刚才吴先生是讲 这个习近平现在的 基本上是在这个在政治方面 是在实行这个倒退 那么我想问问您在经济方面 这次习近平他的这个所称的这个南下或者南巡 他也参观了两个视察了两个企业 那么这两个企业都是这个私企 那么一个是珠海的隔离电器 另外是这个横琴岛的这个中医药开发员 那么有分析说呢 就是他这样一个举动的是表示他对中国私企的这个支持 那么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这个改革开放 那么同时呢 也是说呢 就是说他这么做的话呢 就是他也讲了这个话 他说 他说呢是 事实上中国呢 要从大国发展到强国的话呢 这个实体经济是关键所在 而且呢 要致力于这个自己的这个研发啊 自己的这个创新 那么但是呢 也有一些评论说 比方香港的这个政治分析人士林和利说呢 说习近平尽管做了这个视察私企的这个举动 而且呢 他也发表了这样的这个言论 但是呢 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说私企没有办法存活 他们必须要主动的投靠国企 那么还有呢 就是国企入股私企 那么所以呢 习近平他的这个举动呢 只不过是作秀之行 那么中国国内的民企呢 是不会相信他所说的话 那么您怎么认为 我同意 我想中国的经济 现在在一个很难的 比较难的情况 而且很多人就开始认为 习近平虽然2013年 他提出来一个很大的那个三中全会 提出来一个很大的改革 大家都在等这个改革 我最近在南方早报 去年十九大以后 我写一篇文章 我就是说习近平自己说 他需要那么多权力 是为了帮助国家发展 把第三个新的一个时代 就是为了完成他自己的那个 那个中国梦这方面的 但是我就是写 现在他有那个权力 他说他需要这个权力 OK 他现在有这个权力 那改革在哪儿 来 三中全会的那么多改革 基本上就没有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 他就他自己他本人可能 没有出没有一个很大的想法 怎么很快就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 他就很可能 六合跟他一起来了 他的那个副总理 可能有一些想法 关于那个市场经济 私营企业 应该多给那个私人企业 私营企业 都给他们钱 消给那个 那个SOE 那个 怎么说 那个 国家的那个企业 不要给他们那么多钱 因为他们浪费这个钱 所以在某些方面 我不否定 现在习近平 川普给他很大的问题 习近平自己的什么 一带一路 现在有很多人 在很多国家也反对 所以我认为 习近平不会被打倒了 他的那个权力 比较巩固的 但是可能他现在 有的人就开始认为 他有很多问题 他必须解决 但是这次他来广东 到南方来 不想当小平 这样的男生 把发达 把那个整个的改革 就发出来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好的 谢谢崔大伟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 他们有哪些评论要表达 第一位是孙波 他说感觉习近平 不太愿意去广东 毕竟他目前采取的是 向计划经济回归的做法 并且正值澳门中联办主任坠楼 因此习的面子很不好看 接下来一位是邹永英 他说 这个大桥 是造这个港珠澳大桥 一是为经济 为了打造世界第一城市群 大湾区 二是政治 为了让加强 澳门香港与大陆的联系 以及这个个人的思想 接下来一位是 Ben Chris 说一座不能通车的大桥 看似宏伟 造价千亿 实则是劳民 商财 这个乡澳之间的港澳之间车牌 不通用 这个珠港珠澳之间只有两地牌能跑 那么通车以后 每天车辆寥寥无几 财务呢 是捉襟见肘 连维护费用都收不回来 更别说还清这个贷款 利息本金 经济价值呢 是负的 收最高的税 造这些铁公鸡 拉经济 不如藏富于民 减税促消费 来得实在有效率 接下来位是这个Stingy007 他说呢 重要的是港珠澳大桥 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 和经济上的考量 就仓促上马 而且巨额的投资 如何收回 是很大的问题 好 接下来我要请这个吴祖来先生 做简单的回应 同时我也想问你 就刚才呢 这个孙波这位 他也提到了 关于这个澳门中联办主任 郑晓松坠楼的事情 我想请您做一个评论 就是说从这个 郑晓松呢 是在习近平访问前的三天 突然坠楼身亡 那么还有呢 就是习近平在这次 这个仪式上的罕见的 只讲了12个字 就匆匆的下台 那么从这些的这个现象 这个意象来看的话呢 您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察 郑晓松 现在观察 跳楼呢 是一个好像是 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因为它面临着 不可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调查它的腐败 或者是中央布置它的任务 它无法完成 还有一个就是它看到这种 残不忍走的这种现状 它无法去去面对 就良心发现之后 它觉得这种给共产党当官 就是一种造恶 它不是死了算了 这每种情况下 情况现在 我们只能说 这三种可能都是存在的 习近平先生 他一句话都没有 他就是现在面临着 巨大的一个困境 他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 他必须要消灭私有制品 但是他现在又不得不去提倡 私营经济要发展起来 因为他可以维护 共产党的稳定 向共产党交税 更多的人向共产党交税 而且更多的人有就业的机会 而国有企业 我们看到这个港区大桥 它就是一个国家工程 国有企业工程 它是不计成本的 国家所有的资金投进去了 值多少产出 完全不管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人 都是有级别的 地方政府很难 对他们进行一个控制 或者吃他们 而私营企业 既无法从银行那儿带到船 然后地方 各个级官僚 包括城管 都可以找他们麻烦 都可以来吃拿卡药 所以中国的民营经济 在这种体制下 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这种体制 就决定了中国的 这个民营企业家 的卑制性的命运 所以更应该条楼 更多的条楼 没有被披露出来 可能是那些民营企业家 所以习近平的悲剧 它是一种 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 这个制度决定了 它这个卑制性的命运 另外它自己过人的认知 对世界的认知 对美国的这个关系 没有搞好 都如它的过人的这个认知 和它的这个团队 智囊团队有关 大量的左派 大量的红二代 都在促拥它 成为这个红色皇帝 这些团 这些体系 这些人 需要这样一个新的皇帝 然后它就 它就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满足了这样一些 送胜的人们 红二代 还有这些保守势力 这些过游企业 满足了这样一个 全国集团新的红色 全国集团的利益 它就不可能对民营经济 不可能对顺应 这个世界的潮流 它的备注性的命运 是这样造成的 好的 谢谢吴祖来先生 接下来我想请问 在香港的崔大伟先生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习近平在六年前 就进行了 他的首次的所称的南巡 那么相比之下 六年之后的 今天他再度南下广东的话 那么他面临着 这个期间 怎样的形势的变化呢 崔先生 我没听得懂 他再说一遍 对不起 那么习近平 现在是进行了第二次南巡 六年前 他进行了第一次 那么这个期间 国际和国内的形势 有怎样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就是 有那个发展了很大 很多人 吴先生 吴教授谈到的这些利益团体 他就是想把那个利益团体 控制 所以也可以说 从那个石油派 他也抓了 他抓了不少人 但是他好像还没有控制了 其他的利益团体 因为他那个三中全会 基本上他要做 那个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对国营企业 有很大的影响 有很大的 怎么说 那个攻击 他们也可以阻碍他 所以从这个方面 可以说第二 第一次南巡 对不起 第一次南巡 我们可能还想可能 习近平能 能推动 这些改革 但是后来 现在我们看 三中全会以来 他没有 怎么说能 没有怎么说 实力 推广 他的改革 后来 他就 让步 好 谢谢崔先生 接着我请问 这个吴坐来先生 那么刚才呢 崔大伟先生说 这个习近平在六年之后 再度南巡 事实上是一方面 他通过反腐之后 得罪了大量的 这个利益团体 但是实际上 他并没有真正的 这个掌控住 他的这个权力 还有呢 就是他 要实行改革 但是没有办法 顺利的推行 您同不同意 这看法是习近平 他没有办法 推行 遇到了这个阻力呢 还是说 他本来就 并不想来推行 进一步改革呢 对 所以他我现在讲的很好 他旁观者亲嘛 就是习近平 他已经抓到了 最大的权力 但是他并没有 用现在这些权力 来去推进中国的改革 这是一个事实 另外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 政令不出中南海 在不同的时期 有不同的这种表现 你比如说 这个胡锦涛的时候 他没有实传 船力掌握在江泽民的手中 所以他无法的 推进任何 这个有效的这个治理 到了习近平时代呢 他是另外一种方式 因为习近平他强力的 这个打压 这个传贵资本主义 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 腐败是一个润化剂 就是对地方官员 对这个所有的 这个传贵力的有用 所以他们不断地上瓦项目 不断地赚钱 不断地交税 不断地申请银行贷款 操进了这个经济泡沫时代的发展 而现在习近平他强力地打压 这样一个 这个传贵资本主义 他要用社会主义的方式 用高压控制的方式 来打压这样一个体系 这样一个体系就变成了一个 不作为的一个体系 你说什么 我们就听什么 好 吴作来先生呢 您的这个声音 现在有一些问题 我们会重新把您接进来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分享一些 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 他们的评论 第一位呢是JW 他说呢 习近平不会在邓小平的 改革开放政策基础上 做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如果是这样 就不会有今天的中美贸易战 习近平嘴中的改革 是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集权 开放的是围绕着 一带一路寻求对外扩张 鉴于目前内忧外患的这个局面 习近平不得不放缓一些策略 比如说民企国有化 接下来位是Jeffrey胡 他说呢 中国邓小平时的改革开放已死 现在的改革 其实是反改革 把中国改回毛时代 可悲的是呢 只要不愿放弃一党专政 往回改 是唯一的选择 接下来位是王朗 他说呢 习近平倡导这个官本位 如何创新 如果官本位加资力更生 就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 这个情况 这是十分愚蠢的 接下来位是Dome Free 他说呢 后发优势 没了不进则退 中共呢 却为了一党私利 对老百姓的民主自由 现代文明需求不顾 倒行逆施行刑吧 好 接下来我想请问在香港的崔大伟先生 那么刚才呢 我们也谈到了这个习近平的上台 这么六年以来呢 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变 那么尤其突出的两件是国际上的 这个美中贸易战 那么导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文明国家 欧洲国家呢 对中国的这个各方面的 包括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 这个反思和醒悟 那么还有呢 就是在国内的这个经济的明显的下行 我想问问您 就是说这几年国内国际形势的巨变呢 究竟是历史发展的这个 一个必然的过程呢 那么还是本来可以避免的 意外的一个现象 这个有意思 我刚才今天听一个朋友 做一个报告 他的报告的内容是 基本上是说 这个是必须的 现在的矛盾 是必须存在的 是那个改革成功的后果 我们看江泽民 邓小平江泽民 那时候这些人很 很同意那个市场经济 他们就整个的经济发展 发融了以后 我们就谈到有很多利益团体就出来了 在胡正涛的 他的那个时代 胡正涛基本上没有消灭 没有办法控制这些 什么各方面的石油的集团 怎么说 医疗集团 各方面的经济发展 很繁荣 所以这些很繁荣 有那么多人有钱 有那么多经济实力 他们就可以避免下一步的改革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这方面谈得很对 我个人认为他习近平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把那个逃光养晦的 当小平在这方面的改革的那个想法 其实等一下要 现在是40年 我认为 中国应该等50年 才可以开始在国际 怎么说 在全世界 高那么活跃的一个外交方面 因为他们的实力不够 所以但是他们的想法 什么中国盟 什么一带一路 他们的想法是很光荣的 但是Trump 他看到现在中国要扩大 在这方面要扩散 他的全世界的实力 他就不高兴 所以他比较容易能集中 能团结美国的很多势力 全世界的很多势力 反对或者要阻碍中国的发展 所以在这方面 可能习近平太早了 就开始 也不完全是他的政策 可能也是他周围的领导人 从那个2007年 2008年 2009年 这个时间 他们就开始 对南中海 跟日本有关于那个 钓鱼台 这么整个的那个地区 就开始扩散他们的实力 但是实际上可能 他们的实力还不够 所以现在Trump 能发动美国人 发动德国 什么英国 其他的国家 为了避免 或者为了怎么说 阻碍 在这方面 中国的崛起 所以现在 习近平有他自己的问题 好 谢谢崔大伟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来请问 在加州的这个 吴作来先生 那么事实上的这个 法广呢 也做了一些评论 他说呢 这个形势比人强 贸易战呢 是紧急 还有国际民退 这个论调呢 是相当的汹涌 那么习近平南下呢 可能是为了救经济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呢 这个知名的政治评论人士 邓宇文先生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呢 实际上这次的 这个习近平南下呢 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 所期待的这个南巡 根本算不上是南巡 没有任何南巡的意义 您同不同意 为什么 他现在是非常被动 习近平无论在体制内 还是在国际状态当中 都非常的被动 他没有邓小平 当年那样的一个实力 因为邓小平 他的这个元老背景 还加上他的尊重的影响力 加上江泽民当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背景 所以他很容易撼动 很容易改变江泽民的这种保守状态 习近平他现在改变 既改变不了世界 甚至因为他的认知能力 又对这个体制 现在他已经无法认作这个体制 因为这个体制 它既是一个政治体制 又是一个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呢 越来越保守 这种保守 大家就是欢呼你万岁就可以了 学习你的旅路就可以了 而经济方面呢 中国高度的依赖世界经济 它更多的依赖美国 或者是欧洲的经济 而现在和美国变成这样一种贸易战状态 无法从美国那里 获得制额的美元的时候 他就无法在整个世界上 可持续地去撒帝 或者是持续地进行一个投资 一代一乐和很多的问题出现 都是他难以继续 进行一个有效的美元挥洒 与这个有关系 所以他现在 他无法通过一个行动 或者到南方去 到广东去发表一个讲演 甚至到香港去 发表一个讲演 就能够启动一个 就能够改变一些什么 他改变不了什么 他就不断地通过开会 化解自己的教育 希望大家起心些力来 所谓的备战备荒 自力更生 他现在才做一种 很坏的一个打算 很坏的一个打算就是什么呢 中国和整个世界 发生了很大的分裂 无法进行一个有效的经济贸易 这种情况下 共产党怎么能够生成 中国怎么不动乱 新疆的模式 怎么成为一个中国的整个的模式 对所有的人手机进行监控 对所有人家的踩刀进行一个登记 最后他会变成这样一种状态 他才做这样一个备战备荒的一个应急 所以这个习近平他这种倒退 你不知道他会退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去 所以现在体制内如果有很多的强有力的力量 能够做成团队 能够对习近平形成一个实质性的影响 这才是最重要的 当时邓小平一个人 可以得经过一个社会 形成一个有效的影响 那么现在体制内的像刘鹤 像王岐山以前都是有改革开放的背景 都是有普世价值的这样一个 以前有过这样的倡导 他们应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应该挺身而去 应该说真话 帮助习近平做出一个重大的改变 现在就是习近平一个人变成一个孤君 一个人在最高处掌握一些传力 而且又无法对中国形成 既无好的方面实质影响 又在坏这方面 又在不断地恶化这种状态 现在现实就变成这样一个状态 难行或改变中国的进步 这都变得非常困难 好的 谢谢您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香港的 这个崔大伟先生 那么事实上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 习近平他也曾经说过 说这个改革开放40年 我们要隆重地纪念一下 那我想请问您 您怎么总结过去的40年 和中国未来的 这个一段时间的改革开放之路 是不是像刚才吴先生所说的 如果按照习近平的这个模式 走下去的话 那么回头路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您的看法 我刚才也谈到在外交方面 我想中国更好是他必须 他光元会就是等一下 不要那么积极 不能那么怎么说不说 那么焦急 他们可能看那个2008年的 经济危机 他们觉得这个肯定有很多人 就告诉习近平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现在中国就有美国要 怎么说下坡 所以现在是中国可以上的一个机会 这个可能错了 第二方面我们也谈到 那个经济发展以后 特别是胡锦涛时代 没有什么大的改革 没有什么 我个人认为 那个40年的改革 我们可以看五次 有五次 有大的进步 三中全会 七八年 七九年 七九年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84年到85年 焦字阳 有对外开放 跟开放有很多改革 大学改革 科学的改革 还有那个87年的沿海 开发区 开发政策的战略 也是焦字阳 那时候也发展特别快 还有邓小平的南巡是第四次 后来第五次 第五次 就是97年 98年 这个是朱镕基 张泽民 有很大的改革 什么住房改革 什么 有那个 那个small 小 很多是 县级城市的 那个国营企业 就丝化了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因为这样那个 市政经济发展特别快 但是 胡锦涛时代 他没有实力 搞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个 看那个17大 他那时候 也没有控制那个城武委员会 所以他自己 今天我也谈到 也听到 可能他身体 他要贪了病 所以就是为什么 他那个 那个 那个 207、8、9没有很大的力量 但是在他的领导之下 就没有很大的改革 后来习近平出来了 那个三中全会 我们都很多人就看 我也认为 有一个新来的领导 他很想做这个改革 他很想推动 他也说了 市政经济 什么私营经济 什么 有360条的改革 但是基本上就 什么 很多事情 基本上就没有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说 最近15年 中国的改革 从那个入市 那个时髦以后 就中国的经济改革 就 怎么说 缩少了 慢 没有解决 当时对面的 那个当年的很多问题 所以可以把这个 40年 分几段 我就是有这样的观点 好的 谢谢崔大伟先生 最后我来分享一条 观众朋友的评论 这里是韩芳 他说 港珠澳大桥 与三峡大坝 是一样的 都是混账工程 习近平讲十几个字 明显是在撇清关系 好的 时间的关系 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没有办法分享 所有的听众 观众朋友的分析 感谢崔大伟先生 和吴作莱先生 参加节目讨论 和分享见解 时事大家谈 是自由的论坛 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将讨论 日本对华援助 为何40年无人知晓 我是宇周 祝你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观众